基隆市長罷免案呢 即將在這個禮拜天進行投票 而立法院長韓國瑜也射出了穿雲箭了 要請勇敢的基隆市民朋友 一同站出來保護市長 韓國瑜說他過去這段時間 因為呢籌備國慶的相關活動 還有立法院的各種的行程 不希望因為其他的議題的干擾 而失去了焦點 還好呢最後是順利的圓滿完成 所以呢他現在有一個重要的請託 就是要向大家來報告 為的就是基隆的朋友 那麼希望呢基隆明天 可以呢留下謝國梁市長 是他個人的推薦 也是呢為國留財 在10月12號的下午兩點鐘呢 他會在基隆護國城隍廟為起點 陪著謝國梁市長車隊掃街 也希望有機會看到大家 看到呢這個韓國瑜呢 要親自到基隆去來力挺謝國梁 不過我們來看到呢 這個整個的罷免案的禮拜天要投票了 包含了前總統馬英九 昨天晚上已經先到了基隆替謝國梁站台 他痛批呢前市長林又昌任內 是否有貪腐的問題 而黨主席朱立倫在今天接力到基隆去駐獎 黨中央也開了記者會 炮轟林又昌的妹妹 這個抹紅謝國梁 讓一個發生貪腐問題的人來罷免這個青年 為市民捍衛市場人 這樣子做對嗎 對 昨天馬總統也都說了 他也細數前市府被判刑的官員不只兩三個 與我們市民朋友繼續支持我們正確跟正義的一方 藍軍系署林又昌任內從機要秘書環保局到交通處官員 都曾被判刑確定 委任到民進黨中常會報告的大日企業 也因為行賄已經被起訴 國民黨上下全力顧良 黨中央揪出林又昌妹妹發文 說基隆市軍事要地 謝國梁卻想跟大陸雙神論壇 暗指謝國梁很可能讓中共登上基隆軍艦 黑熊學院也發文 呼應可能被滲透 藍軍破紅綠營又在抹紅 完全是造謠 國防跟外交是總統的職權 林又昌的妹妹 黑熊學院裝作不知道 居然說這個共軍有可能登上台灣的軍艦 這種抹紅的手段 大家一看就非常厭惡 把梁投票倒數最後三天 國民黨內大咖 縣市首長列委到黨主席朱立倫 竭力到基隆力挺謝國梁 要在最後關鍵時刻 讓不同意票最大化 記者楊潔 曹天涵 SMG小組採訪報導 基隆市長謝國梁罷免案 在13號登場 也就是禮拜天 不只國民黨大咖輪番站台 民眾黨立委也陪同車嫂 像是立委林國成跟張祈凱就批評 反對政治性跟報復性的罷免 公民團體發起的罷免謝國梁的理由 現在已經不充足了 他們表示民眾黨會力挺 謝國梁做到2026年 台灣民眾黨反對政治性的罷免 反對報復性的罷免 應該是市民經濟跟民生最優先 國成跟我最近都來基隆市好幾次 國成對勞工非常了解 我是經濟委員會 負責產業跟經濟發展 我們來到這邊都發現挺 謝國梁的聲音是很高 很大的 所以今天我們毅然決然 我們決定今天國成跟我攜手 我們來支持國兩繼續連任 我們期待後天很多人投下了 你神聖的一票 反對罷免 讓基隆市回到正軌 趕快讓國兩跟整個市府的團隊 多一點時間 多一點心力 繼續為基隆市的市民打拚 雖然只有兩位立委 其實我要跟各位報告一個祕密 我們兩個是率先 結果有四個人跟我們甘不戀說 為什麼他們不能來 其實到最後 其實我們前黨一致 支持謝國梁緩罷免 所以基隆是一個有良知的城市 有良知的人一定還罷免 剛才七凱已經講 罷免一定要有理由 現在的理由不存在的情況之下 還在罷免 就是沒有理由 在立法院 事實上國民黨跟民眾黨 都為了民生議題 對於國家的政策提出了很多指證 我們也看到這樣子的合作 是一股制衡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這個國民黨 跟民眾黨的合作 不只是在基隆 不只是在立法院 在全國各地 未來也會持續的合作